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倫的頻道 就是今天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今天呢就是 Pokemon GO的那個日本的 正式上線的日子啦 耶~~ 好然後今天呢 阿倫呢就要來跟大家來試玩一下這個 Pokemon GO 然後聽說網路上有流傳一個就是 一開始呢通常有三隻讓你選嘛 像是傑尼龜啊 欸~~妙娃種子跟那個小火龍讓你選 然後如果你無視他們的話呢 之後皮卡丘就會出現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現在就來跟大家來驗證一下 好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呢 就是阿倫的手機 可以看到 欸!Pokemon GO已經下載好啦 好我們現在呢已經 登錄進來了 周圍をよく見て 注意だからプレイしてください 他叫我們就是在玩這遊戲的時候 要好好觀察 周圍的環境 好!利用同意 出現了 我也是 我是 我到處都有Pokemon 願不願意將你的手借給我呢 走吧 那我們一起去冒險吧 好 現在 選男生後女生 從來不安然要追 男子愛 OK 今天的目標呢是 要為大家來試驗抓皮卡球到底是怎麼抓的 他說這附近有神奇寶貝在 手機還在震動 他說使用這個寶貝球 先去抓一隻來看看吧 歡迎看到現在周圍這邊有那個 尖利龜 妙花童子跟小火龍 然後聽說呢 就是不要無視他們 就是你去無視他們 然後你就去移動 移動久了之後呢 皮卡丘就會出現 就是不要去選那個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著在家裡面走走看 好 開始 好 我們現在就去散步吧 現在已經來到人家的外面 我們就往遠一點的地方走 看看等一下皮卡丘會不會追過來吧 喔 就是這個他們說那個 他們會一瞬間的移到你的附近 然後你不要理他們繼續往前走 等一下皮卡丘就會出來囉 喔 他們又出現在我附近了 可是皮卡丘還是沒來呢 好 我們再走遠一點看看 還是沒出來 還是沒出來 皮卡丘還不出來 真是夠了 下一次 拜託 頼目 皮卡丘 皮卡丘出現了 大家看皮卡丘出現了 皮卡丘出現了 大家看到皮卡丘出現了 我們現在來抓皮卡丘 皮卡丘 好 皮卡丘在哪裡 喔 皮卡丘 皮卡丘 躲在那邊調皮幹嘛 我們來抓你啦 喔 中了 沒有 皮卡丘… 喔 也得 太好了 耶 抓到皮卡丘了 皮卡丘 耶 皮卡丘 耶 皮卡丘 抓到皮卡丘了 耶 好 我們現在先回去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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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抓到皮卡丘了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個 如何抓到皮卡丘 在Pokemon GO 如何抓到皮卡丘的方法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這個遊戲呢 阿倫剛才在外面走的時候呢 千萬千萬要注意的就是 一定要注意一下周圍的 四周的環境到底怎麼樣 因為你可能 太過於認真看守 你可能忽略掉周圍的一些事情 有可能會發生一些 有可能會發生一些 那種交通事故等等 這一點 在玩Pokemon GO的人 也千萬一定要注意喔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 如何 抓到皮卡丘的簡單的介紹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台灣呢 雖然說現在還沒有開放 不過因為台灣 也有非常非常多神奇寶貝 應該 不對 是精靈寶可夢 的那個放嘛 所以說我相信 終有一天呢 台灣一定也可以玩到 這一個遊戲的喔 今天的 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Channel主要是跟大家介紹 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 以及像是 日本一些有趣的商品 或者一些 現在正在流行一些 什麼的一些 東東 的介紹 有興趣的人 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來追蹤阿倫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 另外呢 用手機公開的朋友們 在影片的下方有一個 紅色的訂閱按鈕 也請按那個按鈕來 訂閱阿倫的頻道喔 另外呢 既然明明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 不妨點進去看看 還有呢 阿倫還有Facebook粉絲頁 也請不要忘記去搜尋 等你喔 我要成為神奇寶貝大師